小慧 你下班了 上班了 正好啊 我把你的感光药清好了 赶紧喝了 行 装 谁装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儿子 你问问你媳妇 妈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也没干什么呀 是啊妈 我这刚回来 男男在这擦着桌子 而且啊 把我的药给熬好了 他也没干什么呀 儿子 他呀 这不见你面前装 你问问他 我刷了吗 我还洗了吗 你脱了没有 那衣服 放到那个堆 你啥时候洗 妈 我见你 刚才还在吃饭 所以我就没刷完 我不是想着 小慧的感冒一直都没好吗 我去抓了点中药 一直熬了两个小时 还没时间干家务活呢 还在给我狡辩 你呀 就是懒 儿子 我昨天跟你说的事 你跟奶奶说了吗 妈 你昨天 给我说什么事了 我怎么忘了 一看你呀 就没说 这事啊 还是我来说吧 奶奶 你看你在家里 啥事都不干 你呀 就会啥事了 现在呀 连个工作都没有 没有 还有啊 你就会跟你的湖泵沟游在一起 吃吃喝喝逛逛街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这说的有点太过分了吧 儿子 我看你呀 就会惯着他 你整天惯着他 他会上天的 我看以后啊 你们的日子该咋过 妈 我没有啊 没有什么呀 你呀 整天跟你的湖泵沟游混在一起 连个工作都不走 整天呀 有时候好闲的 最让我生气的 嫁给我儿子这么多年 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哎呀 妈 你少说两句吧 儿子 还让我少说两句 我说错了吗 妈 这生不出来孩子 也不能全怪我呀 不怪你 不怪你怪谁呀 还能怪我呀 要是我呀 我能没这个脸 在这个家里待着 儿子 你呀 还是跟他离废吗 想着不会生孩子的女人 你跟他过什么会呀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这刚下班 累了一天了 你就别生气了 行了儿子 该说的 我也说了 你们自己呀 考虑考虑吧 嗯 妈 妈 奶奶 你也知道 妈 她就是这个样子 她刀子嘴 豆腐心 说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小灰 不往心里去 妈说的这些话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 妈这说的 到底什么意思啊 哎呀 奶奶 这妈呀 她没什么意思 她可能 是着急抱大孙子了 所以啊 刚刚说话 有点冲 小灰 我听咱妈的意思 是想让你跟我离婚 再给你找一个 能生孩子的女人 哎呀 奶奶 你看看你 你怎么也生气了 咱妈 年纪大了 想什么说什么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而且啊 我绝对不会听咱妈的 跟你离婚的 你呀 就别胡思乱想嘛 哎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 你呀 在这歇会儿 我去把碗刷一下 行了小灰 你别去刷了 我去刷吧 要不然咱妈看见了 又该说我了 哎呀 那行我帮你 走 儿子 妈 今天休息啊 是啊妈 今天啊 我们休息了 休息 不要站在家里了 说你溜达溜达 妈 我现在玩游戏呢 这好不容易休息 你站在家里干啥呀 出去溜溜逛逛 回去回去 深夜空气 多好呀 哎呀 妈 你看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就想啊 在家里啊 打打游戏 好好歇息 看我每天上班 累死了都快 我出去干什么呀 哎呀儿子 别再玩了 这好不容易星期天 找你的同事 说说话 喝喝酒 多好呀 去吧去吧 唉 妈 我呀 真不想出去 就想待在家里啊 儿子 你看看你 吃脂肪胖 你呀 出去绝绝绝绝绝 姐姐 哎 行 我知道了 那等会儿啊 我带上楠楠 我们出去啊 走走 锻炼身体 哎呀儿子 你看楠楠一个人在屋里睡觉呢 你带她干啥呀 你自己先出去溜溜 刚刚楠楠 不是还在扫病吗 现在她在屋里休息呢 是啊我跟你说 今天不想回来啊 今天外面吃 行妈 我知道了 那我出去走走 借了借了 走啦妈 嗯好 奶奶 奶奶 跟我过来 妈 怎么了 妈 我正在你屋里打扫外申呢 有什么事吗 你说你 你 在家干个家务 默默唧唧的 看着啥时候了 我要你有什么用 妈 我这不是正在收拾吗 妈什么妈 别叫我妈 以后呀我不是你妈 妈 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啊 哼 什么意思 你是真不明白呀 是给我装糊涂呀 妈 我是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现在我儿子不在家 你呀 快回娘娘 然后啊 跟我儿子离婚 妈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老是让小灰跟我离婚啊 为什么 你还问我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妈 你这是让我离婚 昨天给我个理由吧 你总不能因为我和小灰 生不出来孩子 你就让我们离婚吧 要理由是不是 第一 你呀 整天给你的朋友 吃喝 逛街 第二 我想呀 跟我儿子找个城市呢 谁知道 你是个农村的 你说你 不仅帮谁不留我们家 连个工作都没有 还让我儿子养着你呀 第三 你结婚这么多年 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你说我们还要你干什么 妈 我都说了 这生不出来孩子 也不能全怪我呀 还敢跟我讲嘴 不怪你 怪谁呀 我告诉你奶奶 你没结婚的时候 你娘娘配搁了什么呀 一床破被子 你呀 拿着破被子 给我滚吧 滚呀 还坐在那干什么呀 行 我走 你可别后悔 我后悔 我后悔的是 让你接着我们家水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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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东西啊 喂 儿子 喂 妈 怎么了 你这房间里有一张纸 妈看不懂 你回来看看妈 有张纸 对对对 你回来看看妈 行妈 那我这就回去 这奶奶不是在家吗 你让他帮你看看呀 没有 他出去留着玩去了 行 那我知道了 嗯 好 妈 儿子你看 妈 奶奶去哪溜辣了 奶奶 跟他朋友一块儿 逛街机了 哦 妈 好休息呀 这什么呀 检查报告 奶奶的检查报告 奶奶 她怀孕了 什么 怀孕了 是啊妈 你看 这检查报告上都写着呢 妈 你怎么不高兴啊 你不是 等着报大孙子呢 妈 儿子我 妈 我呀 这就给奶奶打电话 让她回来 你怎么了妈 我让奶奶给赶走了 什么 你把奶奶给赶走了 妈 什么时候的事 该不会 你今天让我出去留吧 就为了 把她给赶走了 是 儿子 她也没说 她怀孕呀 所以 妈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你说 你这办的就叫什么事啊 妈想着 她还是个农村的 她娘家还没钱 结婚的时候 就陪着一床破被子 再说 她还没工作 来到咱们家 这么多年 连个孩子都没生出来 妈一生气 就把她给赶走了 妈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我不是对你说过 生孩子这是 急不来 你看现在 男男男女 他还回来了 你把他给赶走了 咱们怎么办呀 儿子 现在男男 还没走多远 要不 咱把他追回来吧 妈 那现在 只能这样了 不过 这次男男再回来 你可不能这样对他了 到时候 你一定好好给他道歉 行行 儿子 你放心 妈这一次再也不会了 你放心 妈一定好好对男男 家里的家伙 妈啥都不让他干 妈自己干 行 妈 坐